2001年美國趕走了塔利班 並扶植了親美的阿富汗政權 不過塔利班沒有被消滅而是釋出打幽擊 這一章一打就是20年 直到最近 塔利班在美國人撤走後 如秋風掃落葉班的席捲整個阿富汗 短短4個月內奪取了政權 塔利班曾經在美國合作過 為什麼會反目成仇? 塔利班與阿富汗有什麼關係? 是怎麼誕生和奪權的? 我們的故事就得從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說起 當年劉美的阿明發動政變成為阿富汗總統 在阿明之前 阿富汗是一個蘇聯控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不過阿明上台後和中國和美國眉來眼去 猶豫的蘇聯蘇聯 這一系列的動作引起了蘇聯的不滿 蘇聯猶如恐怖情人般 以阿富汗人民向我求救為由 入侵了阿富汗 三天後蘇聯的特種部隊抓到了阿明 再次建立起親蘇聯的傀儡政權 這一個阿富汗本來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伊斯蘭邊緣國 平常人畜壞很少管閒事 結果忽然被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亂搞 接著又被蘇聯入侵 於是穆斯林們拿起武器反抗蘇聯 而戰爭視為一場捍衛伊斯蘭教的保衛戰 參與這場對抗蘇聯聖戰的人 就被稱為聖戰士 除了本國的聖戰士外 住在周邊國家的穆斯林 因為同中同源加上為了保護信仰 也前往阿富汗參與戰鬥 這些前來阿富汗的聖戰士中 就包含了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福爾代 賓拉登 不過聖戰士徒有熱情沒有用啊 蘇聯可是當時世界上為二的超級強國 有各種近藍武器與現代化軍隊 結果聖戰士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出手了 那一個時候正值冷戰期間 美國無時無刻都想找機會惡心一下蘇聯 之前的越南戰爭 美國被蘇聯還有中國援助的越南友擊隊搞得心煩意亂 辛酬與救援的交織下 阿富汗戰爭正是美國報仇的好機會 於是美國透過他的小弟巴基斯坦 源源不斷地將資金打入聖戰士的帳戶中 聖戰士也在美國的指點下 從秘密渠道購買到了中國的武器 再通過巴鐵把武器送到阿富汗 這個時候是中美的蜜月期 而且阿富汗與中國接壤 讓老公不得不幫忙 同一時間美國來協助賓拉登訓練軍隊 兩者關係可說是好的不得了 最後在美國的強力支援下 蘇聯陷入戰爭裡繞不得不撤軍 美國這個時候春風得意榮光滿面 得到了心裡還有物理上的滿足 不過阿富汗沒有石油 美國自然不敢興趣 不想在阿富汗吃沙子 於是美國把相關人員 逐步撤回到巴克斯坦境內 以節省龐大的軍事開銷 來自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國際聖戰士 也因為任務結束各自返國 賓拉登也回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阿富汗又變回了那個老實的邊緣人 過著與數無倦的日子嗎? 當然沒有 蘇聯離開的時候 不忘扶植一個親疏的總統 納吉布拉這個傢伙是蘇聯的舔狗 曾經大規模地破壞阿富汗人民 有人稱阿富汗屠夫 而且蘇聯撤軍後 並沒有停止對納吉布拉的軍事援助 所以這個親疏的政權人控制著阿富汗 但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 納吉布拉失去了外援 情勢急轉直下 1992年4月納吉布拉跨台 阿富汗成立臨時政府 巴巴尼成為總統 然而這個政權並不穩固 在阿富汗的聖戰寺 原本就屬於不同民族 所有的語言也不同 那是因為有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 大夥才團結在一起 如今敵人被消滅了 那麼大家只好往內互打 來釋放多餘的熱情 這個時候的阿富汗有四大三頭 分別是總統拉巴尼的政府軍 核心是以塔吉克族為首的伊斯蘭出境會 其次是普什圖族為主的伊斯蘭黨 得到巴勒斯坦的資源 還有杜斯塔姆領導的烏茲別克族的民兵組織 後來成為美國小弟 最後是蛇葉派哈薩拉族為主的伊斯蘭統一黨 背後的老大是伊朗 這四大三頭並不重要看看就好 因為這個時候很空出現了一個不同於四大軍閥的政權組織 名字叫做塔利班 塔利班的原意為學生 也稱為神學士 組織成員大多是那名的孤兒 塔利班以遜尼派的普什圖族人為主 是極端基本教義派 由於這個塔利班軍紀也名作戰有夢 而且真正的展現出了前面艾名的胸懷 迅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實力不斷的擴大 塔利班能夠迅速的創大 也多靠巴勒斯坦的幫忙 不斷的提供武器與軍事訓練 當然巴勒斯坦後面是勞美 老美認為塔利班討厭伊朗、親西方 是一個可以支持的夥伴 就在美國的偷偷支援下 塔利班很快地橫掃國內的一切反對勢力 並於1996年進軍克布爾取得了阿富汗政權 而原本互相敵視的塔吉克族與吾哲別克族 則飄向北方組成了北方聯盟 繼續對抗塔利班 塔利班取得政權後 聲稱要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 並施行嚴格的伊斯蘭律法 在塔利班的統治下 禁止了電影、音樂等一切的公眾娛樂 連放風箏都是違法的 此外女性受到了極大的壓迫 出門必須男人陪同且不能發出笑聲 當然也無法接受教育 阿富汗成為了一個專制獨裁、政教合一的國家 也被國際社會所孤立 2001年走火入魔的塔利班 不顧國際的反對 炸毀兩尊世界上最大的利縫 塔利班上台後 賓拉登也再度回到了阿富汗 這一個賓拉登不是回沙烏地當大爺了嗎? 原來波斯灣戰爭爆發的時候 賓拉登反對基督教的美軍駐紮在沙烏地 因此與美國矛盾逐漸加深 賓拉登先逃亡了蘇丹 但在美國的壓力下 賓拉登被驅逐出境 走投入入下 賓拉登前往阿富汗投靠當年的戰友 並加深了反面的決心 另一方面 昔日參與阿富汗戰爭的聖戰士 也因為在祖國無法生產報復等各種原因 紛紛回到阿富汗 和神學士與賓拉登一起搞起了反美大業 賓拉登也順水推舟召集了這些聖戰士 培育他們並組織成為反美的恐怖份子 這一個就是蓋達組織的由來 而蓋達就是基地的意思 賓拉登成立的革命公司登記了營業地址 也有了人才還有資金 公司開始了革命業務的運作 並計劃攻擊美國本土 在2001年9月11日 賓拉登發動了震驚全球的911恐怖攻擊事件 當時美國總統曉布希 要求常立賓拉登的塔利班把人交出來 然而塔利班政府宣稱 我們無法把重要的賓客交給你們 拒絕了美國的請求 因為塔利班屬於普色突出 普色突出有一項戒律 就是主人必須適時保護自己的賓客 賓拉登城市阿富汗的英雄 現在來到阿富汗的創業 塔利班自然要遵守戒律寬待嘉賓 繼續保護賓拉登 然後呢? 然後塔利班就從地表上消失了 不過塔利班並不是真正的消失 而是轉入了地下 奪路三中萬抗不祥 三分不五十又來個恐怖攻擊 讓美國與國際盟軍疲於奔命 戰爭一拖就是20年 隨著第一代老塔利班班頂領導過世 接班的二代塔利班表現得較溫和 願意與西方談判 就在2020年2月 塔利班與美國在杜哈達成和平協議 美國承諾會從阿富汗逐步撤軍 塔利班則承諾不會再攻擊美國的部隊 也不會窩藏其他恐怖分子 包含基地組織 結果在美國撤軍後 喝了20年美國奶水的阿富汗政府 一頓奶便全面崩潰 塔利班對阿富汗政府發動了猛烈的攻勢 8月15日拿下首都克布爾 塔利班復國成功 取得政權的塔利班2.0 宣稱會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政府 並樂於與國際社會交朋友 保證塔利班和20年前截然不同 至於事情會怎麼樣發展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哈囉大家好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一本書 世界經濟萬年 那這本書是歸類為極度扎實的書 講的是人類的經濟史 從一萬年前講到現在 那古代經濟怎麼運作的 前面還蠻像歷史故事的 越後面就越來越複雜 因為導入了許多現代的經濟觀念 這本書的作者是英國資深財經記者 有許多本財經著作 那看作者就代表 這應該是一本好書了 那我們就來聊納粹時代的經濟政策 在我們這個華人的觀念中 只要能帶領國家走向這個 復國強壁的領袖 那就是一位好領袖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講 希特勒如果沒有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沒有鋪敗猶太人 那希特勒或許可以留下一個好名聲 因為在希特勒的領導下 德國創造極度成功的經濟成長 那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賠款 導致國家的財政透支 政府只要應大量的鈔票來救急 導致國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 那德國馬克變得一文不值 所以戰勝股啊 只接受美元或是黃金的賠償 那看準這個契機啊 聰明的猶太商人還有銀行家 先進一步卡位 大量採購了黃金還有美元 讓德國馬克對黃金還有美元 這個大量貶值 那這些猶太銀行家 等於是這個吸了德國中產階級的財富 所以越來越多的德國人討厭猶太人 那接著在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 那德國也遭受到這個嚴重影響 失業率接近30% 終於在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那跟台灣現在的選舉一樣啊 這個經濟一定是候選人騙票的手段 連選個這個縣議員 口號都是可以喊這個偏經濟 或是選市長啊 可以自稱是財經專家 那希特勒的選舉政見啊 其實也是就是改善德國經濟 那希特勒上台後 推出一系列的這個經濟政策 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的帝國高速公路 希特勒宣稱要建設7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網 那目的啊是讓這個軍隊可以迅速的抵達德國邊境 畢竟1930代德國啊是很少擁有汽車的 那雖然希特勒後來啊有在提倡這個國民金龜車 那高速公路的建設啊 另一個作用就是刺激經濟減少失業 讓一些有手好險的人啊有事做 我們現在看一些文章啊 都覺得這個希特勒高速公路 這個很偉大的這個經濟政策 不過這本書啊提出了質疑 因為只有三萬八千人參與了這項政策 並沒有像網路文章那樣講的 動用了十幾萬人 那這個比較有效的啊是德國的軍工業 希特勒另一項這件事 重新武裝和重建德國的軍隊 為征服東方的生存空間做準備 那僅在這個上台的前兩年啊 軍費支出就從那個國民收入的比例 百分之一上升百分之十 最終在1994年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那這也大量的增加了就業人口 那到了1936年啊 失業率下降了四分之三 失業人數也從六百萬人 降到一百四萬人 但雖然這個德國人民有了工作 但在1938年呢 他們的薪水還遠低於納粹剛上台的水準 實際工資是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 且工時啊從每週四三個小時 增加到四十七個小時 牛奶雞蛋和肉類的消費量也比之前還要少 那哥培亞和哥林啊都承認 這是大炮而非牛奶的政策 且政府的支出啊急劇增加 那納粹也開始用一些殘暴的手段 就是找猶太人開刀 那納粹政府啊很久就開始的抵制猶太企業 許多被迫繳重稅的猶太人啊開始逃亡 到了這個1934年的長刀之夜 納粹黨內的左派分子遭到這個肅清 惡名昭彰的這個打好劑終於開始運作 連離開德國猶太人都會被搜取高昂的移民稅 他們留在德國的財產啊自然也落入政府的口袋中 不過這時候猶太人啊至少還可以逃跑 到了1938年9月的這個水晶之夜 許多猶太商店的窗戶啊在當晚被打破 所以稱為水晶之夜 那這個事件之後啊納粹黨員還有黨衛隊 開始有計劃在全國這個排憂 超過3萬名猶太男性被關入集中營 雖然多數人啊在3個月內就被釋放了 但是必須離開德國 大概有2000到2500人死在這個集中營 還有一些德國人啊被誤認為猶太人而遇難 那猶太人啊還被迫支付了10億德國馬克的贖罪賠款 相當於2017年的70億美元 這又讓德國政府的荷包滿滿 此外啊 德國也靠著這個戰爭壓榨不少錢財 這個1938年不是併吞了奧地利嗎 那外匯存底啊在當年漲了一倍 那在1943年法國55.5%的GDP啊貢獻給了德國 這個數字啊高於兩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戰爭培館 那德國從被佔領國家剝削來的金額啊 相當於國內稅數的40% 那這裡面最慘的啦還是波蘭 因為同時被德國還有蘇聯佔領 波蘭失去了65%的這個工業廠房 那三分之一的鐵路 希特也強著那個被佔領區的人民做骨工 那戰爭前期啊 德國人民可以說是過著相當的滋潤 每週都有來自於荷蘭和比利時的雞蛋牛奶 那2019年啊 希特還要求德國要賠償至少2891個歐元 這其中包含希特從希特銀行勒索的貸款 不過是被這個德國一口回絕 不過結果大家都知道 納粹以戰養戰的這個體制沒有維持多久 德國就戰敗了 納粹的經濟神話就破滅了 那這本書啊就講人類經濟的歷史 前面還蠻有趣的 像講那個秦始皇啊還是這個羅馬帝國 那比較像歷史故事 不過後面到了20世紀啊就比較複雜 因為有更多專屬的經濟學的名詞還有理論出現 如果對於經濟史有興趣啊 這是一本相當不錯的書 我們送出本送給大家 記得留言給大家抽獎 那每次都有說 為什麼還會有很多人問我說要怎麼抽獎呢 很像說太多了 那就是這樣子囉 掰掰